好精彩 乐吉尔没了黎明 穷困潦倒 自从大张旗鼓地与黎明离婚 乐吉尔的近况就可谓是低调又落魄 离开了黎明这个大树 乐吉尔在香港几乎零工作零收入 而外籍小三又一直被传收入低微 要靠乐吉尔养平 这个让前天王大嫂压力山大 这不日前他再度回港 就被派到入住价格仅700元的平民酒店 手上的包包也是离婚前购入 与他时尚名模的身份相当不相称 而这还不算什么 在一家餐厅用餐时 乐吉尔更没发现手机屏幕都已经满是裂痕 却仍在使用中 真是烈破到家 说到这里一定有好奇者要说 离婚时乐吉尔分得黎明的千万身家 难道都不翼而飞了 这就算说到重点了 局限恋上老外的乐吉尔心急重获自由 背负离婚权责与黎明签署协议 只求尽快恢复单身 不要一分善养费 这可真是为了爱情不要面包 只是不知道面对如今的窘境 乐吉尔后悔了没有 感谢观看